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我问 静秋说 彤彤明天想去塞尔城 那里好像有主题活动 静秋怕他一个人看不出孩子 他就不能让他的父母帮忙 或者是他的朋友 就非得你去 我心里憋了一口浊气 不吐不快 周琳叹了口气 他父母年纪都不小了 哪里有精力 而且明天是520 又是周六 朋友们也有自己的事 你也知道是520 谁都有事 就你没事 周琳皱紧眉头 提高声音 你跟一个孩子计较这些 有什么意思 他懂520吗 我冷下脸 起身就要走 周琳慌了 他一把拉住我 冉冉 你别跟我闹了好吗 我也没办法 你知道的 静秋跟我开口 我拒绝不了 我心里很累 这件事什么时候能到头 周琳说 等彤彤大了 静秋适应了 就好了 他说得毫无底气 我却不知道从何追究起 只能再次妥协 算了 不过了 520 我的老公去跟别人过了 我既不能生气 也不能不满 甚至还要笑脸相送 他们玩得开开心心 吃了我想吃的海鲜自助 而我只能在家里啃泡面 这让我怒从心头起 于是我果断下单的那个我心意好久 却没舍得下手的包包 刷的周琳的卡 没多久 周琳的电话就来了 他声音里带着笑意 不生气了 我硬邦邦地说 我本来就没生气 是是是 我们家小乖最大肚了 中午吃的什么 我看了眼泡面 刚想开口 电话那头传来了许静秋的声音 周琳 我没力气了 帮我抱一下疼痛 小胖妞 甚至又长肉肉了 哼 讨厌妈妈 爸爸抱抱 一声爸爸让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炸了 周琳 冉冉 我先挂了 回去再说 电话挂断 我的心被凝成了一团麻花 没有多想 我直接回拨了过去 无人接听 挂断在打 还是无人接听 直到第四个 许静秋接起了电话 然然 有事吗 周琳呢 让她接电话 她就像没有听到我声音中的冷意 继续温和地说 周琳陪彤彤走索道去了 暂时没有办法接电话 你有什么事吗 等结束了 我告诉她 这样的对话让我有一种身份对调的荒唐感 就好像她才是周琳的妻子 而我只是个没有眼力见的外人 许静秋继续说 你不用担心 周琳很好 我们玩得很开心 一会儿我给你发几张照片吧 今天过节 你也感受一下 没有等她说完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怕再不挂断我会爆粗口 现在的许静秋让我感觉无比陌生 可明明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不过一年 事意时宜 沧海桑田 许静秋的丈夫叫李斯 她是周琳的发小 一年前 他去世了 很突然 毫无征兆 那一天和平常一样 李斯下班后约着周琳去打球 周琳惦记着给我带压货 提前离开了 李斯却还在信通上 可是 就在周琳离开后的半个小时 李斯心梗去世了 这让周琳陷入到了极端的自责和自我厌弃中 就半分钟 但凡我为她争取半分钟 她可能就不会死了 周琳是医生 她觉得自己本来可以救李斯的 可是 她偏偏在那一天提前离开了 这样的痛苦几乎淹没她 我实在不忍心 所以 在许静秋因为下水道堵塞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同意周琳去了 那是第一次 也是李斯去世后的第三个月 许静秋说到做到 她打包发给了我几十张照片 有周琳抱着童痛的 有周琳牵着童痛的 还有周琳给童痛包下的 画面里 周琳一脸温柔 她看着童痛的目光里 都是纵容和宠爱 其中一张照片被我放大了 这是为数不多许静秋出镜的 她和周琳把童痛夹在中间 三人脸上都是幸福的微笑 竟然一点都不违和 真像一家三口啊 周琳直到晚上十点才回来 她一脸疲惫 看见我张口就说 好累啊 童痛的经历真是太好了 我都已经累得不行了 她还能上窗下跳 别看她是个小姑娘 闹腾起来 不比别人家儿子差 对了 今天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周琳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述着 关于童痛的各个瞬间 就好像一个急于炫耀自己女儿的爸爸 我静静地看着她 半天没有得到回应 周琳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怎么了 生气了 我问她 你就没有其他要跟我说的 周琳皱起了眉头 满脸的倦意都掩盖不住她的不耐烦 要是有旁白 她这时候的心声应该是 又怎么了 你想说什么 直接说吧 我本就不畅快的心情 再次添了一层补 周琳 彤彤彤为什么会叫你爸爸 周琳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 她想她爸爸了 她说今天能不能叫我一天爸爸 你说 我该怎么拒绝 没有解释 没有安慰 没有愧疚 她把问题丢给了我 就像曾经很多次那样 我和周琳不欢而散 她被我赶去了客卧 中途她一再想 跟我好好谈谈 对我拒绝了 最后她也生了气 冷着脸 转身进了客房 李思在的时候 很宠许静秋 所有人都知道 她是个妻奴 后来有了女儿 又成了宠女狂魔 当然 许静秋有这个资本 她足够漂亮 又是高知 为了和李思在一起 她放弃了很有前途的工作 当起了家庭主妇 李思曾说 这是我得加倍补偿的 她说到做到 就这样 她把许静秋 宠成了一个废物 许静秋不会搅水电费 周琳教她 可是她说 好难啊 周琳无奈 那我以后给你搅 许静秋不会做饭 有一次差点烧了厨房 周琳只能放下手中的工作赶过去 后来她开始帮许静秋点外卖 她不会自己点吗 顺手的是 家里的灯坏了 许静秋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可以找修理工 孤儿寡母的 让陌生男人进去不安全 有一次我和周琳正在补交作业 我们两人都动了情 许静秋打来了电话 童童吐了 怎么办 周琳 帮帮我 周琳二话不说 穿上衣服就走了 连给我拉个被子的时间都没有 后来发现是许静秋给童童吃了螺丝粉 半大的孩子 直接被拉进了医院 许静秋没办法一个人带孩子出门 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孩子生病 周琳随叫随到 她肩负起了李斯的责任 这让她的心态慢慢平和了下来 我知道她在补偿 可是这个补偿的过程 却让我越来越难受 我感觉我已经快到极限了 我准备跟周琳谈谈 可是早上等我起床 她已经走了 桌上放着早餐 用保温盒装好了 有粥有包子有鸡蛋 旁边还有一张纸条 冉冉 对不起 昨天是我脾气不好 我不该那样跟你说话 我知道你一直在体谅我 纵容我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沉默许久 我默默地吃下了早餐 周琳是真的很忙 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是护士接的 她说周琳去手术室了 今天上午一台 下午两台 按时下班室 没有可能了 今天不忙 我准备做一点饭菜送过去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周琳送饭了 不是不想 是我们最近的矛盾越来越多 到了科室 我跟护士打声招呼 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说话甚至都结巴了 一开始我没在意 等到推开周琳办公室的门 我终于明白了 感情他们以为我是来桌奸的 只见许静秋脱了鞋窝 在周琳的办公椅上 她拿着手机玩游戏 腿上盖着周琳的外套 办公桌上放着一盒小蛋糕 已经吃了一半 什么心情呢 不那么惊讶 也没有很意外 只是心还是忍不住 往下一沉再沉 然然 你来了 随便做 不要客气 吃小蛋糕吗 周琳给我买的 她怕我饿 静秋最近心情不好 一人在家容易胡思乱想 她只是想要有一个人 陪她吃饭而已 我拒绝不了 这就是我等了一个 小时等来的解释 我已经越来越看不清周琳的底线了 今天你可以带她来办公室 明天是不是就要带她回家 后天干脆我们 直接让一半床给她吧 周琳皱紧了眉头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叹了口气 有时候一些罪 真是自己找的 你早上问我 能不能给你一点时间 我的回答是 不可以 说完我起身就要走 周琳一把拉住我的手 你什么意思 周琳 你要要把许静秋 从我们的生活踢出去 要么我把你踢出去 你自己选 她双眼冒火 死死地盯着我 你就非要这样逼我 我咬紧牙关 我逼你 你当初说 要给他们孤儿寡母二十万 我眼皮都不眨就同意了 这大半年 因为许静秋 我已经过上了丧夫式婚姻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周琳 我已经隐忍得够多了 现在是你做出取舍的时候了 我不明白 周琳低吼 李斯不在了 我只是想帮帮她而已 为什么就让你那么难以忍受 我跟静秋之间清清白白 你为什么要小题大做 我失望地看着周琳 我从来不知道 她会这样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放手 周琳冷着脸 抓着我的手 却加重了力道 心里翻滚起恶心感 我让你放手 挣扎间 我终于一片头吐了出来 周琳紧张地搂住我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难受地喘息着 嘴里恶毒地说 我很好 只是你说的话让我恶心了 周琳的手猛地收紧 握得我的肩膀生疼 我和周琳陷入了冷战 但她却好像有了改变 她依旧每天早出晚归 我不知道她在医院是怎么样的 至少在家 她不会再半夜出去 也没有了一个又一个不间断的电话 而我却并没有感觉到好受 心里仿佛压了一块石头 有时候甚至胸愣气短到喘不上气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我不算一个情绪敏感的人 不然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地纵容周琳 可是许静秋竟然能把我逼到现在这样的状况 她也是有真本事的 这天 我烦闷地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中卧室的大门被打开 周琳走了进来 过了一会儿 我身旁的位置陷了下去 周琳隔着被子孤住了我 我睁开了眼睛 她把脸埋在我的背上 闷闷地说 别生我的气了 我改 她说她不会再让许静秋去她的办公室 她不会再帮许静秋订餐 她不会再一个人去许静秋家 如果非去不可 她会跟我一起去 她保证 她会让许静秋从我们的生活里退出去 于是 在许静秋又一次给她打电话 说家里水管爆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跟着周琳去了她家 许静秋开门很快 她浑身湿漉漉的 穿着火红色的针丝吊带 因为背水浸透 已经贴在了身上 就连面前的凸起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她已经环抱住自己尖叫了起来 就好像我才是那个需要被防备的异性 我冷着脸 拉起周琳转身就走 这是第几次了 什么第几次 她穿着暴露在你面前 这是第几次了 周琳沉默了 我只是过来帮忙 为什么从你嘴里说出来 就那么龌龊 原来是我龌龊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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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我们谈谈吧 我摇摇头 太累了 从内到外的疲惫淹没着我 明天吧 这一觉睡得昏昏沉沉的 半夜的时候 我被肚子里钻心的疼痛疼醒了 太疼了 疼得我冷汗直冒 周琳 周琳 我喃喃地呼喊着 甚至不确定 自己是否喊出了声 就在这时 周琳推开卧室门走了进来 剧烈疼痛的我没有注意到 此时的周琳已经穿戴整齐 我抓住她的手 周琳 我肚子疼 送我去医院 周琳却打断了我 肚子疼 然然 你忍忍 我一会儿回来再带你去 静秋他们小区停电了 疼痛吓得大哭 有点被眼着了 我得过去看看 周琳 送我去医院 此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严重 我只是下意识的感觉 我必须去医院 周琳却推开了我的手 你懂事一点 统统是李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孩子 你就非要跟他争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不顾我白得像鬼的脸色 不顾我的声声哀求 我的心坠入谷底 啊 我惨叫一声 掀开被子 一片鲜红 最后我给小区的滴滴打了电话 不在意 我会弄脏他们的车子 他们夫妻俩把我送到了医院 我流产了 我的第一个孩子 无声无息地来无声无息地走 我问医生原因 医生安慰我 这是你的身体帮你做的决定 你现在并不适合孕育这个孩子 他在保护你 原来是这样啊 能保护我的最终是我自己 后来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中途醒了几次 随便给许静秋回来的消息 在睁眼 周灵立在了我床边 他满脸憔悴 满眼心红 他会在这儿我一点也不意外 这是他们医院 很多医生都见过我 总会有人告诉他的 周灵颤抖地抓住我的手 冉冉 没事 孩子会再有的 我冷漠地抽出自己的手 周灵 离婚吧 他的脸皮抽了抽 冉冉 是我不对 我错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会那么严重 冉冉 我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周灵 离婚吧 周灵不同意离婚 出院后他把我接回了家 贴心认真地照顾着我 并为此请了年假 我坦然地接受着他的照顾 我失去的是他的孩子 这是他的义务 而且他是个医生 他知道怎么样把一个人照顾得更好 也是这个小月子期间我才知道 原来周灵会做饭 不过他既不是为我学的 第一次也不是给我做的 他跟我说了很多话 他祈求我原谅 说他会改 他说他不会再去管许禁秋了 他要跟我好好地过下去 可我已经歇了那份心思 人了 不到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 总是不肯认输 为什么明明知道他会这样 不早一点就离开呢 因为有感情啊 这感情不磨灭到一丝不剩 怎么甘心离开 现在一丝不剩了 我能跟周灵说的只有一句话 离婚吧 他颓然 他痛苦 他无计可失 许禁秋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的我 他说他想跟我谈谈 于是我趁着周灵买菜的功夫 把他叫到了家里 许禁秋向来是好看的 小香风的裙子 吹烫好的头发 精致的妆容 还有做了美甲的手 他说 对不起啊 让你失去了孩子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要这么认的话 我该报警了 许禁秋的脸僵了下 有什么就直说吧 你的时间并不多 沉默良久 许禁秋开口道 你把周灵让给我吧 没有周灵我活不下去 我跟你不一样 你有工作有能力 但我已经和社会脱轨了 我还带着孩子 只有周灵能照顾好我们 其实我不懂许禁秋 他是明台大学毕业生 曾经也是在世界500强工作过的 为什么就活成了兔丝子呢 当然 这不是我该操心的事情 我上下打量着他 我已经跟周灵提了离婚 是他不同意 看来你想要依附他 还得挪点力 许禁秋走了 周灵回来后 我再次跟他提了离婚 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 就到没听见 转身进了厨房 离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协议不成就 只能提起诉讼 可是打官司多麻烦啊 费事费力的 还不如等等第三方 这么一想 我就不着急了 周灵可能是被我逼到了极点 一直寸步不离守着我的他 向我请了一天假 童五桥千辛居 叫我们过去暖房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我翻了一页书 不去 那我去吃个饭就回来 嗯 说完 我就把心思放到了树上 可是等我一夜看完 站在一旁的人都没动 我疑惑地抬头 还有事 周灵脸色不好 他抢笑着摇摇头 你想吃什么吗 我给你买 不用了 那我走了 很快就回来 等到他关门离开 我放下了书 我疲惫地闭上眼睛 叹了口气 我知道周灵在期待什么 他希望我多叮嘱几句 像以前一样 叮嘱他不喝酒 慢慢开车 早点回来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 在他一次又一次地 为了许静秋早出晚归的时候 我就收回了那份叮嘱 那时候倒也不是自己 有多拿得起放得下 更多的时候是在赌气 我不联系你 你会主动联系我吗 我不给你打电话 你知道我生气了吗 我装出一副胸襟大肚的样子 你知道我是希望你看出 我的小肚鸡肠吗 我说没事 你去吧 我希望你说 算了 我在家陪你 可是周灵一次都没有如我所愿 失望 难过 憋闷 他牵着我的手往前走 可是却被其他的东西吸引了目光 我挣脱他 想要引起他的注意 可是他却连一次回头都没有 我看着他越走越远 淹没在人群 终于 我攒够了失望转身离开 他却突然回头开始找我 这叫什么 爱情时差吗 难过吗 挺难过的 但更多的是怅然若失 周灵回来得很晚 我听到了他开门的声音 也听到了次卧开门又关上的声音 我以为他进了房 准备出去拿水喝 却看到周灵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我正了下 他抬起头看到我 立马收敛了脸上的脆弱 他笑着问我 怎么了 饿了吗 我说渴了 我打开冰箱刚想拿水 周灵却站了起来 别喝冷的 我去烧热水 不用麻烦了 没事 很快 两分钟 不用 真的没事 你等等 周灵 我叫住他 我不喝了 说完我转身就要回房 周灵却亮亮呛呛地冲了过来 中途撞到桌子 一声闷哼 他抓住我的手 冉冉 我不明白 为什么就到了这一步呢 周灵满身酒味 他声音嘶哑 双手颤抖 冉冉 我就真的那么不可原谅吗 鼻子有点酸 我抬起头叹了口气 在我流产的那天 你在许静秋家 给他和彤彤做早餐 许静秋说 你会是一个好爸爸 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 我松了口气 幸好这孩子没了 周灵喉咙里 泄出了哽咽声 流产后 我没有跟周灵 聊过这个孩子 没法聊 在我们甚至不知道 他的存在的时候 他就已经走了 可能是觉得 这对父母不合格吧 周灵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个孩子没掉 我们会怎么样 周灵沉默着 我继续说 我大概是会原谅你的 你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你没有主动跟别人纠缠不清 虽然你心疼他 但说到底 也是助人为乐 更何况我们有了孩子 以后会慢慢变好的 我应该会这样 劝自己吧 然后 这就是万丈深渊的开始 不会的 不会 我们就是会越过越好 幸福美满 都怪我 是我错了 冉冉 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孩子 都是我的错 周灵固执地说着 周灵 如果我们的孩子生下来 当许静秋的孩子 和我们的孩子同时生病 你会先送谁去医院 我肯定周灵迫切地想要给我答案 我打断了他 你会去送许静秋的孩子 因为他什么都不会 不知道在哪里挂号 不知道在哪里拿药 一个医院都能让他迷路 你可能一开始会对自己的孩子心生愧疚 但你会想 他终归是你的孩子 你有一辈子对他好 然后慢慢地 你会连最初的一丝愧疚都没有了 一切都成了理所应当 你有爸爸 他没爸爸 你就不能让让他 他已经够可怜了 你还要跟他抢 你已经够幸福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自私 一个明明有爸爸的小孩 却好像没了爸爸 就像我 明明有丈夫 却又好像没丈夫 我不会 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周灵无措的摇头 言语苍白而又无力 我看着他 不会吗 那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对我 周灵面如死灰 我改 冉冉 我会改的 我点头 我相信 可我不敢赌 一个流产的孩子 能让他长多久的记性 一个月两个月 还是一年半年 他肯定会改的 不改还算人吗 可是 许晶秋还在 他的孩子还在 所有的一切问题都还在 他狠得下心不管不顾 不闻不问 到时候 不过又是下一个循环罢了 相比较 幡然醒悟 我更相信 一错再错 许晶秋给我发来消息 你会离婚的对吧 我皱了皱眉 本不想理他 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回了剧 你做人吧 周灵当着我的面 删除了许晶秋 所有的联系方式 删除前 我看到了无数条 未接来电和未读消息 周灵的态度 让许晶秋慌了 这女人终究不是能在后宫 活过八十几个货色 前两天 李斯的父亲 高血压进了医院 听说李斯的妻子 一不解代亲自照顾 多么感天动地 可是许晶秋 哪里会照顾人 她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好 但这应该是她唯一能接近周灵的方式了 结合她给我发的消息 她想做什么 不言而喻 但我没想到她会那么快 这天晚上 周灵没有按时回来 凌晨的时候 许晶秋给我发了两张艳照 她和周灵上床了 一瞬间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果然如此 我等了周灵一夜 第二天早上 我打开门 周灵靠在墙上 我不知道 她在这儿待了多久 但满地烟头告诉我 时间肯定不短 她抬起眼眸看着我 冲我挤出一个难看的微笑 然然 你饿吗 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 我摇摇头 你说错了 你应该跟我说 谢染 我们离婚吧 周灵摇摇欲坠 你都知道了 我沉默着 她猛地上前一步 想要抓住我 我连连后退 她将在原地 无力地说 我喝多了 冉冉 我不想的 我只是喝多了 我已经厌烦了 她这样的自欺欺人 周灵 你是医生 你现在要告诉我 酒精已经可以操控他人 去做他不想做的事吗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吗 周灵 那只是酒而已 我不相信酒后乱性 我只相信戒酒约炮 周灵握紧了拳头 你故意的对不对 什么 许晶秋给我看了你们的聊天记录 你其实就希望她做点什么 你就等着我犯错 对不对 失望到顶 人原来是可以笑出来的 原来我等一等你就会犯错了 幸好我没有原谅你 我和周灵离婚了 她净身出户 把钱 房子 车子都给了我 最后 她只有一个要求 冉冉 你别恨我 我不置可否 恨 哪里说得上这么浓重的情绪 我把车子贴了膜 原来稳重的黑变成了现在骚气的红 内饰也被我换了 包括坐套 整个车子焕然一新 那天我在柜子里发现了周灵的健身器材 她买了之后一直没用 她太忙了 一开始是忙医院 后来是忙许晶秋 于是我把东西转送给了楼下的高中生 她很开心 她妈妈喊给了我一袋西红柿 周灵的枕头也没带 她买的乳胶枕 贵的泽舌 但确实舒服 用过的东西不好送人 我扔进了垃圾桶 顺到我把所有的床上四件套也换了 周灵喜欢深色 但其实我更喜欢浅色 周灵有几本临床的书 夹在了我的书架里 想了想 我直接寄去了医院 我把她送我的礼物收罗了下 挂了咸鱼 卖得还不错 我把周灵的痕迹慢慢地从我生活里踢了出去 这个过程还让我流了不少眼泪 毕竟她是我从校府走到婚纱的男人啊 这一切都不难 最难的其实是双方父母 我们悄无声息地把婚离了 等他们知道消息 黄花菜都凉了 她妈和我妈都哭到我面前 一个骂我冲动 一个骂她儿子不懂事 我跟他们解释了我和周灵之间的矛盾 但隐瞒了周灵和许静秋上床的事 这算是给彼此一个体面 可是许静秋非不要这个体面 她逼婚到了周灵家 她说 要么结婚 要么就把自己和周灵的事宣扬出去 周灵的父母差点被气到住院 我妈也转移了目标 开始骂周灵 但我的生活还在继续 我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回家 一个人享受独处的时间 没多久 我就适应了 我妈问我 你还结不结婚的 我婉拒 不了吧 我妈一听就又开始哭 说周灵害了我 挺头疼的 但其实我想说 我有很多种获得幸福的方式 婚姻反而是最冒险的 这话是我的感受 不是用于所有人 周灵和许静秋结婚了 只领了证 没有办婚礼 但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 闲言碎语 也就慢慢出来了 有人说 周灵最开始的目的就不单纯 她给许静秋二十万 又那么帮许静秋 其实就是对许静秋不怀好意 说不定 李四还在的时候 两个人就不干净了 八卦这个东西 只有更脏 没有最脏 有人说许静秋 就是块牛皮高痒 沾上了就扔不掉 周灵就是活该 尚赶着当冤大头 现在好了 砸手上了吧 也有人羡慕许静秋 长得漂亮就是好 死了一个男人 马上就有另外一个男人结盘 而且一个比一个优秀 女人活到她这份上 也是直了 许静秋是个精明人 找了个好归宿 这是所有人心里统一的想法 但只有许静秋知道 她过得不好 非常不好 没有婚礼 她忍了 毕竟李四才走一年 说出去不好听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周灵竟然让她跟她一起住医院宿舍 周灵净身出户了 钱 车子 房子 全给了谢冉 谢冉是真狠 怒不可遏的许静秋去找了她 她要求谢冉跟周灵虫新分配财产 谢冉点点头 四笑非笑地说 你是要把周灵给你的二十万 也还给我吗 许静秋 你真是个好人 许静秋被堵得胸口直疼 她尖叫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 谢冉表情淡淡 在我还把你当个人的时候 别给脸不要脸 许静秋有点懵 谢冉从没对她说过重话 明明曾经在她一次又一次的挑衅谢冉的时候 谢冉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她不应该就是好拿捏的人吗 为什么变了 许静秋不知道 谢冉给她的所有体面都是看在李四的面子上 她是李四的遗孀 是李四唯一孩子的母亲 死者为大 不仅谢冉 其他人也是如此 那些会跟许静秋来往的人 那些会给许静秋变利的人 都是因为李四 包括周灵 所有人都变了 那些会约她逛街 购物 美甲的女人们都跟她断了联系 许静秋恼羞成怒 追问原因 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约你出来是怕你难过 现在看来你过得挺开心的 那家她一直免费健身的健身房拒绝了她的进入 她问为什么 老板打着哈哈 让你们家老周办卡呗 她又不缺这几个钱 许静秋太生气了 她把这件事告诉给周灵 希望从她那里得到安慰 可是周灵说他们都是李四的朋友 不是许静秋的朋友 多扎心啊 她许静秋离了李四原来连个朋友都没有 不 她还有周灵 周灵是这个世界上对她最好的人 胜过李四 没关系 周灵净身出户也没关系 她那么会赚钱 够自己花的 可是周灵也变了 她想回大房子住 周灵不肯 那是李四的房子 你应该把房子卖了 然后把其中一半的钱给李四的父母 许静秋瞪大了眼睛 凭什么 因为那是李四的房子 她的父母也有继承权 老人家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不跟你计较 你自己应该懂事 许静秋气坏了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希望周灵来安慰她 就像曾经很多次那样 可是周灵没来 她不仅不哄自己 甚至不给自己做饭 许静秋说她饿了 周灵就让她去吃医院食堂 她说她不喜欢 周灵就让她自己点外卖 不是这样的 许静秋急得要哭 明明曾经周灵会帮她搭配好食物 偶尔还会给她下厨 周灵说了的 只要我有时间就过来帮你做饭 饭还是要好好吃的 许静秋跟周灵对质 周灵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那时候我只是怕你因为李斯的突然离开 伤心过度不顾身体 许静秋有一个本事 她总是能忽略到自己不想听的话 于是她质问周灵 那你现在就不怕我伤心吗 周灵怪异地看着她 如果你真的伤心 为什么会迫不及待地爬上我的床 现在的日子明明是许静秋争取来了 可她却过得一点都不开心 周灵总是跟她生气 因为她请了终点工 周灵生气 因为她把衣服送干洗 周灵生气 因为她请保姆做饭 周灵生气 因为她没有按时接童童 周灵生气 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带童童去看病 周灵生气 可明明错的都是周灵 这些事情原来都是她的 她才是那个应该照顾自己和童童的人 现在是她撂挑子不干了 她请人有错吗 难道还指望她来做 她又不会 许静秋决定给周灵一个教训 她抱了个旅游团 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她玩得很开心 直到有一天 她的卡刷抱了 许静秋懵了 她给周灵打电话 让周灵给她打钱 周灵冷冷地说 没了 没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钱了的意思 许静秋不信 连夜赶了回去 她质问周灵 你现在连钱都不给我用了吗 周灵 你怎么可以这样 周灵 打断她 因为那时候有泄染 她能帮我承担重负 你能做什么 一无是处 许静秋从来没有被人这样说过 她气得尖叫 我要跟你离婚 周灵却直接拿出了离婚协议书 签字吧 许静秋只是吓唬 吓唬周灵而已 她怎么可能离婚 离了周灵她再去找谁 她只是想让周灵给她钱用而已 可是见了周灵坚决的态度 许静秋怕了 她只能咬紧了牙关不松口 把她逼急了她就哭 周灵最怕她哭了 曾经 现在她面无表情 甚至还带着点审视 后来她喃喃地说 我那时候一直不同意 她也是这种感觉吗 许静秋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也不想知道 她难过极了 她觉得自己真心错付 原来周灵不过如此 她给谢染发消息 她想跟谢染说她错了 她不应该轻信男人 尤其是周灵 她想说周灵是大骗子 结婚前说得好好的 结婚后就变了样 她想说她要换一个人 肯定会比周灵好 至少不会连钱都不给她用 她觉得 谢染应该可以跟她有共鸣 姗姗简简 许静秋最后只发了一句 谢染 我把周灵还给你吧 她觉得这句话 可以很好地打开话题 她等着谢染来追问原因 到时候 她就可以把发生的一切 告诉谢染了 谢染说不定会安慰她 毕竟错的人一直以来都是周灵 可是当消息发出去 一个鲜艳的感叹号 出现在了面前 谢染开启了朋友验证 你还不是她的朋友 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 对方验证通过后 才能聊天 许静秋盯着手机 看了半赏 她茫然地抬起头 第一次有一种 被人打了一眼光的感觉 周灵和许静秋的婚姻 只维持了半年 后来她找了个富二代 于是她迫不及待地 跟周灵离了婚 跟着别人跑了 连孩子都没有 但是许静秋不知道 那个所谓的富二代是假的 是周灵找来骗她的 目的就是为了 让她同意离婚 等到她发现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周灵把彤彤送回了李家 因为她和许静秋的事 她已经和李家撕破了脸 不仅是李家 还有其他人 说一句 众叛亲离不为过 所以周灵最后被打了出去 也不让人意外了 好在他们留下了孩子 那孩子 周灵没办法照顾好 她甚至不知道 自己该不该照顾 明明她的初心 只是为了弥补 周灵抽了一支又一支的烟 她一直在回忆 跟许静秋相处的点点滴滴 她想弄明白 事情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是她第一次 在晚上去许静秋嫁 还是她第一次给许静秋做饭 或者是她第一次 因为许静秋忽视泄染 更甚 在她一开始给出20万的时候 就错了 一步错 步步错 毁之 晚已 为了 乃 的